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朗诚会 最新的朗评行务 朗诚会终于落伙 我们家居28就来实地研究一番 来到朗诚会的厨房 花斑位都很明显 最明显的是很长空心位 一路上到去 一路下到你 空枯位都很明显 空枯位都很明显 所以真的要查 这个砖 按比例来说 不合格 这块砖 发现箱应该要均活 来到贴心环 都会发现 里面有很多裂痕 收口问题 主摸风 其实一直拨指出直线 主板方面的光枯就固定了 凹凸后整体不收缩凹凸出来了 最离谱的是有时运动位置 有人留意这支胶 这支胶是生瘦到这样的地步 长生还有一些空心砖的情况 空谷 收口变了就没人留意 用粉去敏一敏 但已经完全不同颜色了 现场的厕缩就是这样 肉缸做得挺漂亮 谢谢大家 我们的工具 有试电 有试甲泉 有试水 工具一定多 现在单位的厅 千万不要误会 有什么政治问题 最主要是有冷气 有冷气 你见到Operation的按钮就不停闪 是因为没有冷气 没有雪种 可能接驳也有些问题 所以不停闪 所以不停闪 长生有很多问题 很多地方我们的肉眼看不到 没有东西 但一落到我们的电控位 你见到很坏的地方 很坏的地方 拿走就没有东西 所以全部长生都是类似的效果 很坏的地方 但是下面呢 那些膠边觉得不好 都可以滲水 都可以滲水 所以烫窗的朋友 不要说浪诚会 其他烫窗的朋友 自己都小心点 浪诚会 浪诚会的露台 窗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生瘦问题 底钉用了一些铁的钉 现在下雨天 就会有滲瘦绩 滲出来 滲起了 发脏 或者胶都突出来了 烫窗 好